一辆信息不详的越野车闪现邻区 一杆附着血迹的扎枪引人怀疑 动物毛发是何所留 家中兵贵因何清空 残忍的倒裂真相如何揭开 不明血迹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观察这个车里面 发现有扎枪 而且这个枪上有血迹 这也不是简单的非法狩猎啊 性质就不一样了 感觉到当时这个场面 应该是残忍之极 2022年 我局呢就是根据大林的要求 重点呢是针对打击破坏森林资源 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这种这个专业行动 咱们官局派了两名这个民警 咱们离一局联合的山清工作 山清是什么呢 就是青山 青沟 青河套 青山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管辖区的这个山 要走一遍 是否有没有证入山人员 青沟呢就是每个沟系 山的每个沟系都要做到 看看有没有就是在山上就是见点刨药啊 就是从事一些违法活动的人员 青河套呢主要是非法捕捞的一部分 这是三清的主要顾问 当我们巡护到这个青岭水库 当我们巡护到这个青岭水库 就发现这个院内呢 这个有一辆这个越野车 它这个车吧 是因为这个水库看出点很远 它说一说一般人吧也很少就是到那边去 当时呢看出点这个人没在乎 因为它这个车吧 以前没有这辆这个白色越野车 它只是有一个四轮农用车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车挺有疑点 我呢就是当时就观察这个车里面啊 发现有这个扎枪 当时我拉了一下车门 车没锁 首先给我第一印象的就是 这个车主有可能就是说是倒裂分子 因爲啥呢 它这个扎枪就是手裂工具的一种 而且这个枪上呢有血迹 还有这个后组上呢有疑似动物的毛发 说明它已经守着我这个动物了 跟我的当时判断是这种情况 大线岭是在近十几年陆续的开始进发了 现在已经进了一个天然林保护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随着这个资源还有这个植被的恢复 野生动物的这个种类也逐渐在恢复 虽然无法判断车上的毛发究竟是什么动物所留 但是方明预感这似乎与倒裂有关 当时这个我们上山青山的人很多 还有这个林野菊的还有真正府的 所以说呢我也没有声张这个事 怕这个东西消息就是走到我以后呢 对这个沙布的工作都好开展 方明他是森马达队的老民警 也是一个比较有侦察意识的侦察员 当时回来之后反映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简单分析了一下 说他具备这个倒裂的这个条件 这个人是谁首先大家要莫清楚了 因为这个车是放在他院 是不是这个守护人员的 还是有其他人在那放着这个车辆 通过信息查询发现 该车已经到了报废年限 一年前原车主将车辆转卖了 但买家信息一直无法查证 不过这辆越野车 为什么会出现在清零水库的看护点 清零林厂它有个水库 水库是养鱼的 在这水库旁边盖了个房子 就是看护这个水库这个鱼 怕得到有外人去偷啊 偷钓啊什么的 水库的看护人员叫前母亲 55岁 这个水库属于个人承包的 前母亲就是收购于在那里看水库 他是2019年来了以后 我们就对这个人 就已经就是认识这个人了 这个人是比较内向 不愿之声 很少言语一个人 他是户籍所在地 也不是那个超原镇的 不是那个本地的 但是他在超原镇生活多年 他是到山上之后第二年 找了一个就是女朋友 都和他一起在山上居住 一共他其实在山上待了三年了 当时咱们那个发现之后 发现了一台车之后 对这个前母亲 咱也开始经个开展调查了 知道他会驾驶摩托车 但是经咱查呢 他没有驾驶之后 所以说不确定这台机动车 是不是他所驾驶的 还是有别人 有别的人员 就外来人员 这辆白色越野车究竟是谁的 车内扎枪上的血 又是从何而来 如果涉嫌盗猎 这只被盗猎的动物又在哪里 这个野生动物案件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实物证据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是吧 犯罪嫌疑人作答归案 这案件就算成功了 要控制犯罪嫌疑人 又要让他把这个账户 现场起货 所以说我们就采用了传统的方式 都能守候 等待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出现 这样这个才能做到人账并货 暗中监控围绕钱某新居住的看护点展开 民警需要探明 放有带血扎枪的白色越野车究竟是谁在使用 以及钱某新是否有盗猎的可疑举动 我们刚开始吧 在水库的另一侧 就离他家稍微远一点 后来那个天暗了一些 我们就到水库另一边 在那边能看得清楚一些 那边是他家 能看见他家房子的正面 有窗户什么的 晚上开着灯 屋里能看得清楚一些 当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屋里有四个人 两个男的 两个女的 除了钱某新和他女友 另外两个人是谁 当时我不知道 两个女友 第二天白天以后 他在早晨 八九点钟 钱某新就开这农仪车 拉着俩女一男 架她四个人 奔那个水库北面这个山去走了 而那辆白色越野车 依旧停放在院子里 四个人谁都没有靠近车辆 蹲守民警一边继续监控白色越野车 一边利用无人机跟踪农用车的去向 然后我们通过无人机 也是一直进行跟踪 一直到他们进树林里之后 看着他们往山里去了 这几个人上山去干什么去了 咱们就开始秘密地跟着 跟踪之后 看看他们到底在金山去做什么 发现他们去跑药去了 跑野生药材 跑药也不喝 这也不认许 他一跑药以后 已经就毁坏了林里之辈了 我们开始知道他有挖药这个情况 因为想放长线钓大鱼 把这个事就先放一放 然后多掌握一些证据 多了解一些线索 可是当四个人进入密林深处后 无人机就看不到他们的行踪了 地面跟踪暴露的风险更大 民警转而分派警力 调查另外两个人的身份 确实他家当时是来两个陌生人 当时来两个陌生人 我们就感觉这个车 是不是这个陌生人开来的 就是到这儿来这儿来干什么 经过我们就是调查之后发现 新来这两个陌生人 是他对那什么 外甥和对外甥是媳妇 两人是最近来的 然后是想秋季 想抛些药 卖些钱 9月24日 钱某欣等四人的活动 跟前一天基本一致 发现他们的活动 还是挺有规律的 早晨起床之后 吃完早饭 四人一起入川 每天早晨八点多走 然后是下午的三点左右回来 而且就是他回来 也没看到拉什么药 也看不到他拿的什么工具 他这工具都是搁到山上 跑完的药也都放到山上 它防止我们检查的时候被发现 从9月22日上午 到9月24日下午 白色越野车 一直停放在看护店的院子里 四个人 谁也没靠近过这辆车 通过两天的蹲守 民警依然没有发现 车辆使用人的线索 他们只能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 把周边的农场点全部囊括进来 就是我们想通过走访了解一下这个嫌疑人 他平时的活动轨迹 活动去向就是往哪边去 活动范围都干什么 都是几个人外出 几个人回来什么时间 就了解一下这些基本情况 就是有群生款 那个说是那个他家因为有个冰柜 有野生动物的肉 孙女他们就跟那个山下就联系 就是请求这个警力支援 需要咱们采取这个 以临政检查的这个方式 进入谈家这个住所 就在支援警力向看护点集结时 敦守民警发现 院子里那辆白色越野车有了动静 讲解了脸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和他的这个女工开着这个猎包车 出去了 证明这个车 车主是他 我们这也就确定了 确定他有这个非法狩猎的重大嫌疑 夜间山路 民警放弃了对越野车的跟踪 而是继续蹲守 两个多小时后 钱某欣和女友驾车回来了 是咱们增援的人已经上来了 咱们就开始进行 对他们家进行检查 就是临政检查 不是搜查 我们在检查冰箱过程中发现这个冰箱 就是很明显 肯定是刚刚整理过的 管你走了 空的很干净 空的很干净 这种情况之后 说实话我们当时觉得很意外 因为那个咱们接到情况说 里头确实有野生动物的肉块 这些东西 到时检查的时候 一下忽然间没有了 空了 让我们感觉很是惊讶 冰箱是经过刻意地整理 还是群众反映的线索有误 为了掩饰侦察意图 民警从白色越野车挑起话题 他这个车吧 2021年的冬天 他的外甥 就是来过咱们草原 到过他的水库那儿 然后发现这个闲人呢 说冬天呢 上下山不方便 没有车 然后他外甥就说 他给他弄一台车 给他放在这块 冬天有什么事 上下山能方便一些 三清工作一般是在秋天进行 所以工作队在去年上山时 并没有看见过这辆车 经检查 那把带血的扎枪还在后备箱里 小天 小天 你放上去 什么铁棍呢 上了多少血呢 当时了我就去那个 咱们就去问他 是你这个扎枪上的血迹 是哪儿来的 到底这扎枪是来啥的 这扎枪上的血是怎么是 你要说清楚原因的 这个谁干啥呢 前两天我上山山山的里头 我们抓了个野猪 给它囊死的 野猪你囊死的 野猪呢 野猪我们几乎纷纷吃了 有一个野猪碰到我车上 然后碰到车上 我车创造了之后 我给你炸枪把这个野猪杀了 炸死以后 它就把这个肉分裂以后 就带回去了 食用了 把它的内脏就给猎狗就吃了 这个枪上的血塌是这么说的 但车上的动物毛发 表明它并没有说实话 当时在他的座上 发现的确实也是一种发黄的毛 野猪不是 野猪的毛是粗 而且是黑 在民警的追问下 钱某欣又交代了一起盗猎行为 他去交代 他是之前猎不过一只刀子 肉里也都是大家拿回去 给他这个外上都吃了 一个刀子 咱说刀子和野猪的话 咱不是说太大 加一块也得有五六十斤肉 你就天天吃 你得吃一整 肯定是吃不了 你吃不了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在这个冰箱里应该有 而且它这反常的是啥呢 冰箱里心里得非常干净 当时咱们在场的这个侦察员 当时也挺大心里大悟 他这个是到底是跑风漏气了呢 还是被犯罪嫌疑人呢 发现咱们公安的工作的这个迹象了 在事案上把这个嫌疑人钱某欣带下来 到办案去询问 但是他这个言语还有眼神 独独闪闪的 让我们感觉这个不是很正常 我们就感觉他这有些东西 没交代 他就是避重用心了 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 咱们又增加精力到山上 进行了以探架这个看守点 为中心对周围的这个 五十米到一百米之间 这个它这个草丛 还有这个建筑物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在看护点西北侧的一片草丛里 民警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那个编织袋子 里头放着黑做了袋 打开一看 里头是八只青蟑 而且比较新鲜 一是熊肉的肉块 四五块 这是两个 走 看点啊 我等你压着跟前走的 来 给他拍照 再把那个草丛再收 再收就发现了这个猎夹 猎头 钢丝绳 着叫 这就是所坐的那个着 动物走过的时候 是脚插进去 以后呢 往出去 它带不来 就把它捉住 诸多盗猎工具的出现 说明前某心 可能不止一次 盗猎过野生动物 它是八只熊长 就是证明是两头熊了 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也不是简单的 就是非法狩猎啊 猎谱这个袍子 或者野猪 袍子它属于三有动物 它属于地方保护动物 熊呢 在咱们这分两种 一种是黑熊 一种是中熊 这个呢 从这个名录上看 它都是国家二级宝洞 这什么呢 什么东西 熊肉 这个 对 这都是熊肉吗 对 起床以后 他还是拘捕这个小袋爷的东西 是他那个小女朋友那块 做一拖拖口 又给他做了工作 他后来就说可以 我带你们去真心场去 他那朋友带我们去的 进去以后 因为他那打雷的地方 是很难走的 这个车也很难走 这不后来人往里走 第一次他有点紧张 还是回地啊 他也没找着 你看他车是这么扎上来的 扎哪个道了 你感觉一下 又跟他沟通一下 给喝点水 往来又跟他交谈之后的工作 又往前推进了 得有一两公里 往来到那把现场找 掏小熊的地方 离这个大熊的有三十米左右 熊皮 小熊的熊皮 那么在现场 大熊他读完掌以后 读在那个树 那个熊还在那套的树那块 那熊呢 大熊已经腹了 而且他这个大熊子 就是为了挣脱套 就把跟前都挠得 一个大声哼 感觉到当时的场面 应该是残忍之机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钱某欣不得不交代了 盗猎棕雄母子的犯罪事实 2022年9月中旬 因为外甥与外甥媳妇的到来 钱某欣想用自制的猎套 套织袍子或者野猪 让他们尝尝野味 你下完以后 他遛套是啥呢 就看这个东西 他们套的东西也是弄啊 他得看呢 时间长不就烂了吗 下完套以后 隔两天去一趟 隔两天就 这就要遛遛 遛遛遛的时候就发现 这一个熊被套过 但是有些腐烂 他就把那个大熊的熊掌 四个熊掌全英虎子堕下来 他堕完熊掌了 把小熊垮出来要攻击他 他就直接跑车里 他就心想 怎么还有小熊呢 这肯定是母子 一个母熊顶个小熊 小熊他是故意下套套的 因为这个人 他说那个小熊追他了 他那个回去求了个雷套 到下到那儿 把这小熊掏了 听说三清工作队 进山检查后 钱某欣便将熊肉 熊掌 和之前切割的野猪肉 袍子肉进行了转移隐藏 咱们这个民警 这个结案之后 就是小熊的残缺的这种肢体 还熊皮 又跟他母亲都埋在了一起了 也满足了这个 小熊守护他母亲的这个冤枉了 只能我们这个公安民警 能做到的 我们做到尽我们的义务 每年就是我们救助野生动物 最低都在几十起 所以说这个常年在邻居 和野生动物的这种和谐共处吧 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定和动物的这种感情 所以说你看这个像大熊小熊 您这种母子情 也是深深的让我们感动啊 所以说也希望日后 大家伙这个携起手来去保护野生动物 让我们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家园嘛 更加的幸福 让它们有一个更好的栖息地 真真正正能够让生态更快地恢复 真真正正让大熊岭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